各位同学 大家好 又是星星老师和理讲宗史 今节是汉武第三节的录音 之前的录音很长 整个小时 我考虑 看看有没有办法展成两段 不要紧 今节是讲对外经历 即是对外武功 一个国家如果是政治稳定 都要是国防稳定 即是如果经常被人打的话 都不太行 好 当时对外武功 在汉武之前是如何呢 汉初接民警的时候 汉武经常入侵 造成威胁 汉室采用了和亲政策 和亲政策就和汉武为止和平关系 和亲政策最主要是用钱买和平 即是嫁过公主过去 就连了很多的嫁妆和礼物 以及一段时间就嫁一次过去 即是付钱给兇奴 兇奴收了钱之后 就维持和平关系 不需要打仗 又可以拿到他的物资 当然他就不打你了 但是对于汉朝皇帝来说 就不是一个很瘦的状况 因为已经付钱买和平 好 汉武斗的时候 经济富裕了 角力也是渐成了 于是放兴 就消极的对外政策主义 主动出击 除了打兇奴之外 亦是对外经营 即是扩大自己的姜土 古代的皇帝里面 就经常觉得有能力 或者有能力的话 就是要打别人 今天来说就是不合思议 好 我们继续说 北方兇奴 汉朝的时候 兇奴占了从辽东至西域的土地 成为一个半包围的状态 高祖至景帝对兇奴都是祸身的 但是兇奴仍然是屡次入口 之前提过的 因为祸身的得益者 就是兇奴的皇 兇奴的下属 就没有直接得益 但是如果是入緝 就是之前 祸身之前 打汉朝的时候 那些下属 虽然理论上 抢的东西都要交给兇奴皇 但是他始终 都有机会留下一两件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兇奴的下属 没有得益的情况下 也会有小规模的扣鞭 屡次扣鞭就是指这个意思 在祸身之下 没有大规模入侵 只是小规模 但是当然 漢武帝觉得自己 这么厉害 小规模入侵 我也不能忍受 于是 漢武帝先派了 慧清和霍去病 这班名将打击兇奴 将兇奴赶到莫北 收复回河西走廊 设置了河西盛运 敦煌 走传 张亦和武威 解除了匡奴威 这个可以说是 漢武帝对外武功的 一个辉煌成就 但是这个辉煌成就 代价都不低 为什么呢 因为打了很久 为什么会打那么久呢 因为匡奴第一 不容易打 第二就是 匡奴是游牧民族的 在大草原里面 就不和汉朝的军队做正面作战 即是走来走去走去 用个比喻就是 匡奴在大幕和汉朝的军队玩捉迷藏 所以汉朝的军队就走来走去 要有一个粮食补给 那些东西 在这个情况下 就变成了 损耗的经济很大 最后结果 没错 是将匡奴驱港战末不大 经济的损耗也是很大 好了 这里有几个战役的情况 我就不详细说 自己看了 第二个就是西域 为了结交 就是盟友共抗兇奴 汉朝派了张迁出市西域 张迁出市西域 其实同学在初中的时候 都可能是读过的 他派了张迁出市西域 虽然张迁是没办法 成功说服大育之和汉朝结盟 夹击兇奴 但他出市西域 就开辟了通向西域的道路 这个在交通上都很重要的 还有有交通就可以建立邦交 而张迁都派出了他的副手 很多副手 到西域各国 令到汉朝的声威 全部都在西域 令到西域人知道有一个强大的汉朝 就是这样 就开启了两地的接触 而这个也是令到多了盟友 令到匈奴的实力 就不能够再回来 当然了 同学如果假设初中的东西 都不记得了 你看中一的录影 里面有讲通西域的东西 接着我们去下一部分 就是开拓边疆 汉母之籍的开拓边疆 才有派兵平定八月 开发西南东征朝鲜 制服了姜族 在征服的地方设置郡縣 就开拓了几个姜族 这里面的史实位置 就是这些名称 百月 朝鲜 这么少 就设置郡縣 那什么郡縣 你要知道一下 于是你就要看这里 平定百月 在南越地上设置九郡 由西韩政府正式控制 西南二也评定了 西南二就是益州 即是云南贵州的位置 朝鲜 今天是南韩北韩的地方 设置了一个沿途落浪等四郡 西疆就是甘肅的地带 青海地带 那些游牧民族 这个就是设置了一个 湖疆教委统治疆人 这些你简单地知道就可以了 因为就是对外武功 其实是说这个科学最重要的 政治部分 好 接着就是 漢武帝的施政评价 历史人物都要对他评价 漢武帝有做得对的地方 也做得其实不是太好的地方 包括了历史里面 都觉得他行这个 独尊仪术 中央集权 很多方面都有创建 这些都是好的 但是频繁对外用兵 而奢侈挥霍 令到民力多紧揭尽 埋下了终衰的伏线 这些似乎是不好的东西 好 详细内容里面 公职方面就是 首先政权巩固 好了 漢武帝继续行这个 景帝时的削凡政策 景帝时就找朝霍 就是削凡引起不错的七国之缘 然后 然后就是 虽然有乱事 但是其实 那些诸侯王国的实力已经在衰退 那漢武帝继续削凡 把地方的权力全部收归中央 消除了漢初郡国际所带来的隐患 即是那些危险的地方 即是计时炸弹 解除了 好了 武帝打击的地方豪强 派了次市监察地方的措施 亦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那你可以说 公职食 这些就可以了 那记住 你要引用 之前内容部分的事实 去说明它 这样才够内容 你只有一段都没什么事实 第二个就是试图开放 即是任何人 只要你通了瑜伽经 都有机会去做官 好了 漢武帝 就是专于崇经 崇经就是五经 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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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 那些 策举制 令平民可以通过这个 研习这个儒家著作 或者被官员刹举这些途径 就可以淫官 甚至平民百姓 即是报仪 即是平民百姓 就可以做到宰相 例如公孙宏的例子 你要写到 打破了一个非有功 不得封侯 非封侯 不得拜上这个习惯 改变了这个 贵族功臣 军人垄断 政权都要开放 变成一个 事人政府 其实这段 你就要用事人政府事实去说明 好 理智清明 漢武帝独尊愚述 愚学成为了入市的重要的途径 即是阶梯 两项经学 就是这种学说 即五经的学说 就是特性 愚家成为了正统思想 仁义忠孝 这些道德规范 是当时事人的敦品礼行 即是做好人 令到漢武帝独尊 顺量 理智都较清明 因为他们有道德的修养 和坚持 形成了文化 好 接着 开完成功 即是赚到钱 漢武帝的新经验成事 益砌了富商大架 和地方豪强 增加了政府收入 令到有一个 历史的引文 叫做 民不亦富 而天下用要 这个意思就是 人民不亦富 不就是 没有 亦就是增加 富就是富税 即人民不需要加人民的富税 但是天下 你的用 就是用 钱 就是很丰富 就是 不需要加税 也有丰富的 国富收入 武帝有这么高的国富收入 可以藍精不肚 藍精不肚 藍精不肚 说明是打兇奴 亦能够轻格内政 就是管理地方 刺流州管理郡縣 抗大版图 西海的版图 比秦代更大 将匈奴驱 到莫不 这个是史实 刺激的版图 使出了匈奴侵扰的 子欲 解除了匈奴的威胁 另外 章谦授命出市西域 亦开拓了中国和西域的交通 令到汉德升位远博 这个也是他的 本书安排的优点 第六点 就是确立思想症痛 可不可以 霸注北加独尊娱述 建立了一个世人政府 令到 俗读《儒家经》的人 成为主要的入市途径 经学 就是大胜 自此之后 影响后世 历代君主 多元用漢物的文化政策 都是尊崇余学的 成为了中国的正统思想 大家相信 如今学说 你和我都觉得 孝道是对的 这是对的行为 这就是《儒家思想》的影响 影响了二千年的学习文化 过失 斥患弄权 称卫弄权 就包括了外戚 和宦官 其实是 汉朝最主要的就是外戚 为主 把汉武帝 或者加强的君权 就把外戚主义到内戚 详细 你也要看回内容 就是之前的内容 令到上权日渐低落 破坏了三公负正的制度 因为他在内戚 决定了所有事情 不和宰上谈 宰上 不能参与政治的决策 即是不能决策 军主 如果 这个是影响后面的 如果 君主不能有效地行使王权的时候 权力就融入 在外戚或者幻官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 如果假设 习惯了和宰上谈 决定正事 如果君主不决定 就宰上决定 但是现在 宰上也是不决定 为什么呢 因为皇帝习惯了和内朝谈 宰上只是执行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假设皇帝 他自己不是一个有为的君主 即是不像汉武帝 那么有主见 那变成在内朝 就被内朝的人 控制住 最主要就是外戚 最主要是外戚 好了 至于幻官都在内朝里面 负责这个奏章 所以幻官都有机会 其实如果在历史里面 外戚是比较重要的 多时来说 好了 伯家的沉寂 很紧 独诸如说其他家派 自然就没有这么流行 独诸如说令到瑜伽 就定于一尊 世人想登仕图 只能够研习这个瑜伽 登仕图就是做官 你做官就一定是研习瑜伽 你读这个道家都没有用 做不到官 好了 其他诸子思想就受到贬益 于是慢慢就有些没落 例如墨家就没有人再贺 中国学思想就走上偏狹的道路 即是只是识瑜伽 或者只是瑜伽性行 就不再像春秋战国那样 但有八家争民的状况 好 语民争利 可不可以行很多经济政策 例如炎铁酒专卖 虽然是增加了政府收入 同时间也打击了民间的经济 为什么 因为那些钱就政府赚了 因为那些商人不能赚 商人都是民间之一 所以就限制在 于是就是语民争利 即是将人民赚的钱 现在政府赚了 人们不能赚 算民告民 虽然有助于抑制不发商人 是对的 但也认到很多商人破产 一个问题是什么是虚报呢 有10架车 我报10架 但是我还有一架坏坏的 报不报呢 不报不报 于是说你虚报 于是抄了家 你就破产 但这可能是比较无辜的 一个问题是 究竟资产怎么计算 其实古代也不太清楚 所以有这样的情况下 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很多人就破产 你打击工商人 于是工商人的发展 就不太好 所以阻碍了工商人的发展 这个也是 漢武帝的语民争利 就是漢武帝的 不好的地方 好了 接着就是国力的 这里就有个表 讲出了 就是经济对的影响 改革币就是 同一货币 方便了一个换算 有助商人的发展 其实这个是促了经济 好了 增加口钱 增加政府收入 但是人民负担重了 好了 盐铁酒专买 控制了生产销售 利润全部 就归国库 但是原本经营盐铁酒的人 就失去依靠 还有一些做得不好的地方 盐铁官吏 假公制私 做一些劣质 就是盐很差 盐很差 好 价格就昂贵 但是由于专买 你不买都不行 所以当时有一些私盐的出现 平准均书 本来是好的 调节了贡品的运输 防止浪费 和平抑物价 好了 调节供求是稳定了物价的 改善民生 这是好处来的 但也影响了民间正常的经济活动 因为你干预了物价 好了 当然这些影响也不算很大 好了 算民告民 征收财产税 也会增加政府收入 这些上面也有增加政府收入 各户也是政府收入 这个是政府收入 可以吗 这方面交税 和政府收入有关 好了 那家境 十富裕的人 有机会被告破产 而首工业者 也被打击 所以影响经济活动 还有一个 你本书之前没有提及过 车船税 抗库税 也会增加政府收入 但问题是增加了 运输成本 也不利民生 那你见到 其实就是有些地方 所有经济都可以增加政府收入 但是也有部分 是影响了人民生活 好了 那盐铁酒专卖里面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盐铁护议里面 可以看到 可不可以死了之后 他跟着就超低登位 找了一大群人 就谈了盐铁专卖的政策 做了一个激烈辩论 就留下了盐铁护议 是盐铁护议 即是留下了历史文件 今天也看到 那里面 就是有些人指出 就是主管那些盐铁官员 假工制私 铁就质素差 但是不买不行 因为全部政府制造 但是质素差 而相对价格昂贵 质素差又贵 影响这个民生 要求解除这个政策 另外一方面 就是桑云阳认为 要保留 因为可以充实国父 其实就有好又不好 那你又怎么看呢 好 国父虚号 好 是四出惊罚 就打凶奴 令到国父这个空虚 人口就减少 好 另外第二件事 是生活赤钱 这个是真的 为什么 因为很多盐铁酒 专买那笔钱 不属于田库 所以去少府 我之前不是说过 有两个钱包 一个田库 就是国家钱包 就是用在国家开支 那些盐铁那些 就不属于田库 就是用一个黄色的钱包 就是在河武帝的钱包 所以这样的情况 是河武帝觉得自己多钱 多钱 于是就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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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兴土木 公室 因为他觉得自己 的钱包多钱 当然他亦都用钱包的钱 去打凶奴 但问题就是 他都觉得是多钱了 所以有借责行为 好了 百姓便疲于遥疫 破产流云不计其数 社会生产亦都破坏了 所以令民生越来越差 甚至地方变变 好了 这是河武帝做得不好的地方 第五点 都是河武帝做得不好的地方 最后民生未有改善 河武帝新建设 主要为了替朝廷 开源和压抑护伤豪强 这两个重要目的 他的目的不是 不是 为了改善百姓生活 在这个情况下 自然就是 钱赚了 但生活就没有改善 好了 接着 看不到以后 土地兼聘是依然严重的 土地兼聘严重 即是贫富如殊 将会严重 普通平民百姓 现在就心困阔 农民失去土地 以为流民 即是国家没有记录的人民 他们会到处走 因为如果他固定在有发田的 耕田的 国家有记录 那会收到水 然后发田都没有了 那他就离开 他有机会离开他的家屋 离开他的家屋 国家就收不到水 国家就记录不了他 这就叫流民 奴匹 即是既存在富有人家 男子为奴女子为匹 既存在富有人家 社会危机就越来严重了 另外盐铁酒专买 容易出现官商勾结 为何呢 盐铁酒专买是官府办的 但问题是 找商人帮忙 做官人不懂买卖 找商人帮忙 所以容易造成官商勾结 最后造成品质下降 就是刚才所说的 盐 品质差 可能有沙 那些 即不是纯盐 另外 铁不够实正 不理了民生 所以政府就是有钱 但是民生就没有改善 其他的过失 包括了 漢武帝就是沉溺追求 长生不老 咦?和秦子华一样 是的 没错 漢武帝做事和秦子华 没什么分别 很多东西都是 不去高手一些 例如秦子华焚愈 令很多人争论他 他现在独尊如术 所以其实都是 都是控制思想 秦子华就要那些人 就只是学法家思想 漢武帝要那些人 只是学瑜伽思想 但是做个手法 秦子华那些人都很厉害 但是漢武帝的人 就没有那么厉害 所以 他的手法就高了些 但其实他做的事 差不多 他都是追求长生 都是 用了大的钱 就是求仙 练丹方士等 拜神 封禅 都是拜神的 都是用多钱的 揮复无动力 国库空虚 行民生如你差 甚至有暴动出现了 看来晚年 因为迷信就是 无古而誤杀这个太子 就是迷信那些 就是獨咒的那些 无古 他就是后悔 接着就是 在公元前89年里面 就下令 轮台之召 轮台之召就是后悔 后悔他的政策 令人民很辛苦 在后悔 停止了三十多年的对外战争 再次移民休息 这个漢武帝晚年就是后悔 叫做轮台之召 这个重要的 轮台之召就是 就是写了这个就知道 你是悉有史实了 就是 就是 就是说 我做得不对 作为了皇帝 他说 我做得不对 可以见到 看来晚年都悔过 好 看来先评价这些 历史家里面的 一些评论 你要看它 因为 例如 他说得对不对 或者你 怎样证明他这句话 对不对 这些思考理由 接着这一页 也是重要的 就 拉过去看看 就是秦始皇 和漢武帝比较 两个人做的事 其实 就差不多 秦始皇 就被人闹 漢武帝被人贊 所以 这个变成一个有意的比较 为什么大家做的事 差不多 为什么一个 评价这么远的呢 不要走 讲比较 初中学过的了 先有比较标准 比较在哪里 就是这里 比较的标准 即是你比较一定要用一些标准 来量度 A的皇帝 和B的皇帝 有什么不同 先写 就是比较标准 就是 通常 就是 什么方面 在中央政制方面 秦始皇 就设三公九卿 就军主集权于一身 那漢武帝呢 都是行三公九卿制 就加设了内朝 这个是他的特点 加设了内朝的特点 用外戚任大司 是天马大将官是统领 所以 后来 就成为了 外戚 就是 一个专政的情况 后来 漢武帝 就是很重视 一个外戚的 就是 霍家 霍家 后来漢武帝 臨死的时候 就将 他的 儿子 就是 超帝 交托给霍光 霍光 就是父政大臣 好了 就帮他的儿子 继续自己 就是臨死的时候 可以见到 就是 当时 外戚 就是 很重用的 而外戚重用 是哪里重用的 就是内朝 内朝 你要识分 我这里不再说了 因为之前也说过 你看回前面的影片 都可以见到的 好了 第二个标准 如果 这个比较题 是先写标准 然后写 第一个皇帝 再写 第二个皇帝 跟着再加个 小的总结 就最好了 就是究竟 两个 例如 最简单 哪个做得好些 当然要看题目 去 去决定 因为题目里面 可能判断 好坏 成功与法库主 如果没有 你自己都可以加一个 自己的结论下去 就显示 你有较为深度的理解 好了 第二个 地方政制方面 秦始皇 就是设置 郡縣制下 下面郡縣之下 有基层组织 就是乡庭里组织 控制地方 其实到今天 其实都是类似 用这个层层的 一个层级方面 去控制地方 今天也是这样的 好了 而 汉武帝 其实都是用 棍软制 之前是棍软制的 所以 他当时 最后行棍软制 就是消灭了 那些 诸侯国的力量 就是消灭了 汉武帝 就用推恩令 就是将诸侯的土地 越拆越小 然后用就今 的方式 就是 夺取了 就是 抵取了 就是 就是拿走 这些着围 令到那些 的诸侯完全没有势力 那你本书就说 削弱这个诸侯的势力了 已经没有了 所以这个 郡国制 就没有了 那就 纯粹变回郡园制 那这个 就和这个 有点不同的过程 好了 那后来 汉武帝 有一次 周刺史作为监察区 在一个监察区 由这个郡园 两级 上面加一个周 的一个监察区 就看着这个郡园 好 第三方面 法律方面 就是这个 律令方面 修的 这个秦朝皇 修的秦律 最 轻聚 宠佛 最轻刑宠 之前 我读的是这样 轻聚宠佛 这本书不写 好了 就是严康的 例如最出名的 连坐法 连坐法是什么 我不解释 大家应该都明白了 而 汉武帝的时候 他也是增补了律令 都是严库的 目的是秦律豪强 就是地方上有势力的人士 怕他们不听话 好了 看到两个都是相同地 都是一个严厉的措施 好了 二人都同时加强君主的权位 那秦朝皇就用一些制度 他自己为此皇帝 就自称为浸 这就是别人不用得 以显示他自己独特的地位 就是我用得 别人不用得 这样显示自己独特地位 定是历法 和逆服飾 逆服飾是什么呢 当时就是秦朝皇的年代 都是有些迷信的 他觉得自己是水德 所以 服飾就以黑色为主 喜欢用黑色为主 好了 这些就是迷信的 他觉得 我是正统皇帝 我现在是水德皇帝 所以就是黑色 他也是巡游天下 就是去周围的地方 写下自己的公职 黑石记公 就是写下自己的公职 他想到那些人觉得 他最有权威 可不可以 也一样 也是改曆法 亦服飾 一样 因为当时的人是相信这个 也有巡游天下 也有封禅至神 封禅至神 即是那些拜祭 拜祭 大拜祭的典礼 祭天的活动 就显示出他是寿命于天 因为古代来说 就是觉得 为何你统治我 不是其他人呢 为何我不是我做皇帝呢 那些皇帝就觉得 我是由天任命我做皇帝的 天命观念 所以就要封禅 多谢天 和天的沟通 支持 有同学可能有疑问 究竟中国多久之前有这个想法呢 这种想法在最早追溯最早 其实在上书那里有写 《诗经》那里有写 《诗经》那里有写 《诗经》那里提过 天命匪常 就是天命 不是一定会被某一个政权改变的 其实这是周武王 就是变成周武王 为何周武能够推翻这个双咒王 因为天命之前给了双人 现在就是天命匪常 不一定会被某个人做得不好 会被帝国 于是给了周人 所以周人就是统治天下 所以上书其实是周朝初年的文告 《诗经》也是早期的诗歌 那两件事其实都是有天命的观念 当时那些人是相信的 当然了今天就没人相信的 今天就觉得 为什么你统治我 应该是大家有份的 所以现在就多了社会契约论等等 就是我是有权的 还政于民等等 但古代没有 古代就是皇帝说了事 但皇帝其实也是人 他怎样令人觉得 我才能做统治者 你不可以 就用天命的方式 好了 接着经济 经济方面 秦始皇就是统一道量行 统一货币 重用益商 以及鼓励耕迹 详细量请自己回去看秦朝的货文 因为这个表是方便温书的 只是 你发现秦始皇后造了统一的东西 这个其实是令到统一观念出现 即是无分彼此 于是大家觉得是同一个国家底下 这个统一观念 这个都相当高明的 因为其实今天都希望这样 今天政权都希望这样 譬如中间政府都希望 香港人说普通话 统一了他的语言 好了 当时全宗人就在做一件事了 好了 重用商人 最大奸积 因为当时觉得农民是生产食物 所以农民就要重视它 但是商人就没有生产食物 所以就要抑制它 但是商人赚钱赚得很快 好了 韩武帝就仔细很多 多很多东西 唐一货币 禁止施主 鹽铁酒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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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能够增加国富 增加国家的钱 颁布算文令 即是财产税 告文令就是 告一些虚报财产的人 可以分去一半身家 这些算文是财产税 是针对商人 因为商人才有 農民没有 農民就交交填租 好了 所以就是抑制商人 所以仲农和抑制商人 两个都一样 不过韩武帝就仔细一些 而某程度也严厉一些 因为告文令的缘故 令到有不少商人破产 之前有解释过 我不详细说了 这个平准法 均注法 平益物价 其实平益物价最主要是 平准法 可以吗 平准法 跟均注法 就是 跟严格上 其实均注法是有些关系 不过我这里 不需要那么深入 均注法最主要就是 不浪费 你记住不浪费 因为将 上供给朝廷的东西 而朝廷不会用的东西 就叫他卖掉 然后给钱给朝廷 这个平准法 就能够防止商人 团积 用蓝色 让他知道 均注法是另一个东西 在经济方面 因为汉武帝 后来发现人民生活困苦 所以 他悔自己悔过 心悔自己 征伐太多 是真的 汉武帝的征伐 是浪费很多钱的 之前我提过 但是我没有详细说内容 汉武帝 打兇奴 是一个 可以说是奴门商场的打法 为什么呢 因为兇奴人 是游牧民族 在草原里走来走去 汉武帝 农家民族 拿着粮草 因为一定是跟粮草 于是追 这个游牧民族 其实追得很辛苦 因为你的东西多 你的粮草多 那我问有没有民族 吃什么 汉朝那些 可能扭锅 拿着餐去 有没有民族 很简单 就是他如果没有食物 就喝马奶羊奶就可以了 他带马羊一起走 因为事实上他家屋 都是障牧 都是一起走 所以就是 在大草原里面 就是玩捉迷藏 兇奴和汉朝军队 于是打得很吃力 但是就是后来 就是在唐朝的时候 徐朝那些 徐唐的时候 打法就不同了 其实他都面对 特决都是游牧民族 不过 他用离间方法 就是我不跟你 在大漠里面 追来出去 我离间你 等你自己打自己 等于有机会 才派兵进去 那就是有机会 就是 我当说两个民族 对峙的时候 就派兵进去 那就是 一个民族 帮唐朝的 一个民族 就是同行 吵架 于是 有盟友一起去打 于是 避免了 漢武帝国 走来走去的做法 那这个说法 实际是来自哪个人呢 我不是乱说的 来自一个 史家很出名的 叫库洛城 虎洛城 有本书 叫做 《汉堂史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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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面 其实都是学术文章 那当时 梁老师考AFO的时候 是有看这些东西的 那里面 就是 就会深入地讲解 那他讲 当时 打了过程 其实 跟外族战争 两个朝代都是 先 儲了角力 你自己 弱你都打不了人 就不要打 不要和别人打 所以汉朝早年 和亲 和亲 恢复了角力之后 就先打人 那 唐太宗 唐太宗 唐太宗刚刚即位的时候 被特决 搞到胃水支持 要厚怒特决移会 即是给钱 让特决 等特决退兵 这些情况 接着他就儲了角力 儲了角力 到这些贞观 期间的角力强的时候 就找李靖去打 这个特决 好了 差了一点点 好了 所以 因为他用兵过多的缘故 就深悔这个的征伐 下令发展龙业 愿民休息 好 接着下一个 这是思想文化方面 两个都是统一的 首先秦始皇统一全国文字 这个是重要的 大家有一个统一意识 方便沟通 特别是方便政府的文告 人民能够看得明白 这个是重要的 人家看不明白 你叫他做什么都不知道 是不是 好了 当时秦始皇用法家思想自觉 用高压手段 高压 高压 高压手段 人民就反抗厉害 他就很著名 焚书坑鱼 留意焚书 不是法家的书 可以吗 是焚 还有 是焚民间的书 就是政府图书馆 政府的收藏里面 是没有焚到那些书的 就是诸子八家全部齐彩的 只不过焚民间书 因为不给民间看的 政府官员或统治者看 是没有问题的 当时其实 某程度上 如果读得深一点 这个是一个道交的愚民政策 就是人民没有智慧 你这个统治者就容易 他就撲数 统治者容易就是统治 智慧藏于统治者 好了 其实一个愚民政策 人民要愚蠢 人民愚蠢就不要给他知道这么多东西 只是给他知道我要你知的东西 可以吗 给他知道我要你知的东西 哦 秦智慧很厉害的 角力很丰厚 打赢仗 秦智慧的坏东西不说 不告诉你 我不想你知 你不要知道 好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令到人民某些觉得 秦智慧很强 其实就是 红阳帝 是秦智慧法家思想 于是其他专门不给你知 不给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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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令到 你只知道法家 你只知道法家 你就会认同法家 认同法家 认同秦智慧的 就是做法是这样的 好了 所以说 担制人民思想 当然 从现代来说 担制人民思想 当然是不好 不过 政权通常都会这样做 好 下一个 担制人民思想 一样 一样 都是不想你知 瑜伽以外的东西 不想你知 瑜伽以外的东西 好了 于是你读瑜伽 要读瑜伽 就有功名利禄 即是可以做官 所以令到大家 都学习瑜伽经典 五经 诗 书 逆 春秋 五本书 这样就努力学习 好了 两个做法 其实都是同一思想 两个做法 都是同一思想 不过尽是个严厉 荷姆第一 用一个掌上方式 荷姆第一 荷姆第一 就是自然地 没有什么反抗 人们 就会不去看 其他家派的思想 自然地不看 为什么 因为那些欲诗 欲诗那些就不看 大家同学都是 现在读中学 在斯博斯里面的 就多看一些 在斯博斯外面 除非自己好有兴趣 因为都不会看 好了 跟着军事方面 差不多 两个都是 秦朝皇北方兇奴 南平百月 就确立了中国版图 用确立了字眼 即是基本版图 还有修长城 拱固边防 这是秦朝皇做的东西 荷姆第一 都是北方兇奴 收了河西走浪 河西走浪 即是敦王那些地方 东边就打败了朝鲜 南边就征百月 又是百月 是的 又是百月 好了 就扩大了版图 差不多 所以两个都差不多 你回答的题目的时候 要找一些 大家是不同的东西来回答 例如举例子 这个 看前有朝鲜 那就一定要写到朝鲜 因为两个都打兇奴 平百月 那你写完之后 显示不了你是识的 对不对 又或者是你写出 秦朝皇的时候 刺下什么棍 看武帝刺下什么棍 那你就让那个marker知道 你是识的 你是深入地识的 好了 那就交通方面 交通方面 先讲秦朝皇 秦朝皇 秦朝皇是迟到 迟到就是道路沟通 以咸荣为中心 就通去其他地方 第二个就是零区 就是其实你的此时两个 迟到零区 还有一个叫做鸿沟 这条运河 三人赢 好了 而交通方面 河武帝就是与西域进行交通 那西域你答这么少 当然是不行 那你一定要答张谦 所以其实这个表 其实是简单地帮你温书走 而不是只读这个表 当然读了表之后 你会有个概念 好了 还有一个考虑自己功夫的 就是比较完之后 你有什么心得呢 比如举个例子 你这点思想文化 你就可以说到 秦子王严厉的一些 就是用鼓励方式 虽然大家的目标是一样 好了 这个就有心度了 比较纯粹 讲两段文字 就有心度了 比较纯粹 讲两段文字 就有心度了 好了 于是这样的情况 同学们 你要自己懂变化了 好 差不多了 好 这里有些的练习 就自己看 答案 这里有但是不让你看 你问回自己的老师了 好 今天到此为止 各位同学再见